美国共和党参议员领袖麦康奈尔当地时间周日晚间 在参议院呼吁结束政府停摆的状态 并提出了一系列似乎是对民主党的保证 包括移民、卫生保健、救灾和军事开支等等可提 迈康奈尔表示希望在我国时间22号早上11点 针对临时支出法案、投票 但民主党参议员反对 因为包括移民等多项课题还没有定案 美国联邦政府20号停摆后 包括自由女神像在内的许多纪念碑和国家公园也必须关门 为免打击旅游业 纽约州决定自掏腰包 恢复开放当地的著名地标自由女神像 纽约州也将每天提供6万5千美元资金 用来支付联邦政府公园维护人员的薪资 NTV7综合报道